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方金的神父 今天我们翻行《玛窦福音》第13章 耶稣在描写天主的国 你有没有去过天主的国? 其实不是一个地方,我们不能按照地理算 它是一个状态 人以福音的价值观生活的时候 天主的国就在 比方说彼此关怀,彼此宽恕 服务对方,留意别人的需要 天主的国就存在 更具体一点,耶稣今天讲了一个比喻 麦子跟油子的比喻 他说有一天一个农人 他撒种子,由麦子开始长大 但是他不在的时候 他的敌人来了,撒了油子 在同样的田地里面 所以他的仆人问主人,要不要先拿掉那些油子 但是主人说不要,万一不小心 同时拿掉那些麦子 他说等一下最后收割的时候才拿掉那些油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按照福音的价值观生活 为别人牺牲自己,宽恕别人,服务别人,爱别人 可能周围也会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子 他们可能反而自我中心 或是找到自己的利益 让我们受伤 在那个时候 可能有一个诱惑就是说 我要报仇 我要修理那个人,让他学习 所以耶稣说不要这样做 等待,耐心 最后天主会给我们他的争议和慈悲 这个很难 这是耶稣的邀请 我们可以求他的恩宠 这个比喻最后也有一个更深的幅度 就是看里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也是一种田地 有麦子,有油子 有一些健康的习惯 比方说祈祷 我是帮助别人 但是可能在我心里也有一些不健康的方面 可能懒惰 可能容易骂人 可能不愁时间祈祷 如果我发现我的心是这样子 是一个机会感谢耶稣 有那些麦子 也是一个机会 命名那些油子 求耶稣的恩宠的帮助 慢慢地调整 让我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靠近耶稣 请问 你的心是不是这样子 你的心有什么麦子呢 要不要看一下 要不要明明一个 你的心有没有油子呢 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健康的部分 要不要承认明明一个 求耶稣的恩宠 跟你一起调整一下 这样子耶稣越来越在这个世界建立祂的生活 也在你的心内建立祂的生活 愿天主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人 本节目由光启社媒体浮船 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播出 2020年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